我今天刚好有别的事情在安排 现在积极在投话 是不是可以来 可以来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积极参加 吴宗宪语出惊人 自曝今年金钟奖可能无法出席 但他同步入围金钟意志时镜节目 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而且对手都很强大 其实人人有机会各个没把握 人家节目也是做得非常认真 对不对 跟我们一起对打都是可敬的对手 所以你现在也是演艺人是在那边 对 你在干嘛夹摔啊 刚刚不摔现在才摔了 镜头都来不摔 这谁的儿子都摸摔 难得与儿子同框 综艺天王胡瓜主持外景节目 风光入围还有他 节目中大秀厨艺 金钟常客曾博成 这回与团队主持一起入围 另外小S睽違14年也被提名 我们今天是聊师徒 我们来拜会 拜会 我就想说今天脚本根本都是假 如果你要聊师徒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有带班主持人 方姐方念华 节目中与旧爱黄子娇 唇枪舌战 两人也将在金钟同场厮杀 因为黄子娇和露露 主持的婚礼歌手叫好又叫做 实际把名单放一起 曾国成 吴宗宪 胡瓜 黄子娇和小S各有本事 也被誉为是死亡之主 最后不论谁得奖 势必都将成为热门话题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